位在神岗区的设口段的大福地自办重化区 重化的范围大概1.7公顷 而地主更是多达上百人 不过部分的地主是不愿意参与重化 还组成了自救会 双方残送了多时 这一天自救会人马以重化程序不正义为由 来到市议会广场前陈情抗议 要求市府要协助解散重化会 但对此地震局是回应 重化非台中市政府主办 属民间自办重化 只能要求重化会依法办理 民众聚集在市议会广场前陈情抗议 位在神岗区设口段的大福地自办重化区 重化范围约1.7公顷 地主多达上百人 不过有部分地主不愿参与重化 并组成自救会 这天自救会人马以重化程序不正义为由 到市议会广场前陈情抗议 依法行政请你重新审查 里面是否有不法 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座谈会 也没有受到所谓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 他们这些人能够代表我们真正在地的居民吗 我们政府是这样子吗 16个人开座谈会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一切 可以这样无法无天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诉求 自救会表示许多地主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纳入重化区质疑程序不公 要求市府协助解散重化会 地方名单也要求市府积极行使公权力 不要停滞不前 居住了很多这个我们的长辈 那这些长辈你就算换了一个地方给他住 他是没有办法 他远离他自己原来所熟悉的生活圈 这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 很不愿意 第三个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钉子户 那很可怜啊 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调除不成的话 他们到时候送法院他们一定都是败诉 这等于是透过法律程序来逼着他们来参与这个重化 那我想这样子是非常的不应该 所以说我们回去检讨这整个案件的时候 发现其实在过去重化核定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的程序瑕疵 我们旅旅都有反应给重化会应该依法来办理 那各个重化的过程都必须依行为时的法令 那因为刚好这个重化区跨法令修正 所以呢在旧法实施的时候 当然就用行为当时的法令 神刚大副第一代是神刚的金华区 明代希望市府考量地方发展 把自办重化区纳入都市计划中 但重化争议早就传送多年 要做发展改善恐怕还有得等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